Python的設計基本上會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也許入門部分 入門部分當然就是牽涉到這個Python的一個開發環境的建置 這個環境當然它不像Excel VBA這麼簡單 因為Excel VBA是直接打開就有了 裡面就內建了 那可是Python它並不內建於Windows 所以你可能要做一些事情 另外呢Python的開發環境雖然下載下來 可是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開發環境太陽春了 也就是說你要開發的時候 它頂多提供給你個有點像那種記事本的開發環境 記事本怎麼 可不可以寫 可以啊 以前早期人家寫程式都是在記事本裡面寫 存檔的時候反正點Py就可以了 副檔名就點Py 它一樣可以run 可是問題這樣子的環境沒辦法開發比較大型的 或者是說你沒有辦法做一些專案管理 不過這個開發環境當然還有一個問題 就盡可能當然是不要付費的 如果要付費麻煩 不要付費但是要很好用的話有沒有 有 因為有一個開發環境 之前我們主要是拿這樣的開發環境拿來開發什麼 拿來開發Java的 拿來開發PHP的 拿來開發像JSP 反正就是開發C、C++都可以的一個叫Eclipse的一個開發環境 那個環境呢可不可以開發Python 也可以 OK那個環境其實非常的成熟了 坊間有些甚至業界 也直接拿像這樣的開發環境來開發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比較一勞永逸啦 當然 你開發那個Python的環境非常的多 一堆啦反正也都是不用錢的 可是我自己第一個當然是一定要找一個穩定的 沒有問題第一把交易 而且要不用花費 再來還有我自己也熟啦 大家也學的也比較簡單的話 那我是建議用那個Eclipse 其他都也OK啦 那我去坊間一大堆你看書裡面 開發環境的章節每一本寫的也都不太一樣 每一本書介紹的用的開發環境也都不太一樣 我天哪你每一本十本書講的不一樣你每一個都把它弄起來嗎 不用浪費時間 真的 你的重點並不是在 學習安裝 Python的開發環境 你的重點應該是擺在 把Python的程式寫好吧 做應用的 OK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我覺得 稍微了解一下 當然這個也是Python跟VBA之類 的很大的差異 VBA真的太簡單了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要寫VBA 直接 把Exel打開嘛 我隨便開一個 開個檔 隨便開一個 就是把那個 Exel打開啦 如果你要寫VBA的話 什麼事都不用做 環境就ready了 你可以把那個 假設Exel隨便開個檔 或者開個空的也可以 上面就有開發 開發人員 那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我先把它啟用一下 開發人員裡面呢就會有個Visual Basic 有沒有 直接你就把這個Visual Basic點開 那你就可以寫 VBA了 而且呢 等於是有點是 這個VBA呢 他直接就幫你放在Exel裡面 那Exel本身呢 他可以具有檔案 可以具有 資料庫啦 但他不完全是資料庫 可是他拿來當資料庫也OK 因為他最大的比數有 100多萬 比 我想拿來用資料也OK 那他好處是存取也方便嘛 反正 我直接就 要什麼資料就調過來 要什麼資料就丟回去 所以那個 Input者跟Output者 兩者之間的 緊密性是非常高 但是這一點 如果講到Python 那就沒那麼單純 Python相對於 VBA來說 這一點 友善程度就差很多了 所以有時候好像付一點錢 好像也有 有點必要啦 因為 不是每一個人 都 需要去 學到那麼 深的東西 OK 不過如果每個人都 可以把Python 如果整個國家 全部人都對 對這種大數據分析工具都熟悉的話 哇那這是國家不得了 以後工業4.0的強國了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可能呢 其實我覺得 所以這也是我長久以來很希望 做到的 所以我把影片放上去 反正小學生都看我的影片沒關係 中學生看我的影片沒關係 反正我隨便你們看 就怕你們學不好 所以如果每個人 像台灣有一些人可以 把這些都推動出去 以後 講到工業4.0的 這相關領域 台灣我想不用 不用特別去宣傳 通知自己 一定要知道 就像 認識香港跟新加坡的朋友 他說 你們台灣人都很厲害 城市 電腦都超強的 我們都不太會用 你們怎麼都這麼強 而且甚至新加坡 的公司還特別來台灣要找工程師幫他們寫 城市 主要是寫 VBA 因為他可能在網路上有搜尋到我的東西 所以就跟我聯繫 聯繫 我想說好吧你來 我跟你聊個天看看 他就說 可不可以有合作的空間 請我 幫忙 找一些 優秀的那個 可能學員 可以做協助 我覺得OK 甚至可以遠端 反正你只要把你的需求告訴我們 那兩邊談好價錢 其實就可以了 沒有不可以的 那我們做的又品質又好 價錢又低 何樂不為 所以其實未來當然Python 未來可能R其實也都有類似的 可能性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你們也可以去思考 甚至你如果Python學得好 你未來要創業可不可能 可能啊 自己先弄個工作室 反正接案可不可以 絕對可能 因為很多學生其實都之後就自己在 接Case 當然剛開始是比較辛苦 因為接的案子量不多 可能慢慢的他如果達到一個平衡的時候 甚至他可以 有比上班族更好的生活 品質 時間又彈性 慢慢客戶的也有一定的 熟悉度然後也會介紹 那自然而然其實就一個正向的循環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剛剛講的是開發環境 Python的開發環境 那所以待會呢 也許我們第一個步驟 其實就是 做那個開發環境的設置 做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做什麼 第二個 基本的語法 開始就要寫程式 所以各位要有心情準備 怎麼樣開始了解Python 然後呢開始在Python裡面做一些事情 其實在 如果你有學過程式 因為這個很尷尬 就有一半的同學 四個同學有學過了 學過程式 我想 你應該基本上知道了一定會有變數 變數一定會有資料形態 因為你要暫時存放一些資料 那你就需要告訴他說 這個變數應該放什麼樣的資料形態 那個是可能是 CC++或 Java會是這樣 可是Python 跟VBA不需要 不需要宣告 反正你放什麼東西 他就是什麼 比如你放個數字 他就是 這個 變數裡面就是放數字 如果你是放整 放那個一個字串 這個變數就放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字串 VBA更厲害 VBA什麼事都不用做 變數也不用 資料形態也不用 反正你放什麼東西給我 我就是什麼東西了 那 這個部分的話我是覺得對於 城市開發上面 當然如果你是 做比較嚴謹的工作 比如說你資料形態一定要很準確的 那種形態的工作可能會有問題 但是因為大數據分析 因為大數據 的定義裡面 特性裡面有一點 就是什麼 來的資料 的 形態 不定 那不定的時候你怎麼知道我應該放數字好 還是放文字好 還是放其他的形態好 所以這可能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 第二階段也只是基本語法 跟那個結構控制 那結構控制的話 這裡面當然有所謂的 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怎麼下 等等的 也許今天 我們應該會講到第1跟第2吧 這兩個 再來也許 會講到回圈 回圈裡面呢 當然任何語言都有什麼 Fore迴圈 壞迴圈 我想都差不多啦 那Fore迴圈 跟壞迴圈 基本上就是處理什麼 重複 因為你可能資料不只一筆 你可能有多筆 那多筆怎麼辦 你不能輸出一筆 下一個再循序 再寫 再下一個再寫 所以怎麼樣 你需要一個迴圈 所以用最多的 像我在VBA裡面用最多還是 Fore迴圈 壞迴圈 反而用的比較少 那不過這個是個人習慣問題 你不要說 我發現有些人習慣用Fore迴圈 不習慣用Fore迴圈 那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是個人習慣問題 但效率上面可能會差一點點 不過因為現在的CPU 都快到一個不行 以前還會care一下說 那個效率應該會差個幾秒鐘 可是如果現在的電腦CPU 讓你 差異可能只有萬分之一秒 不要萬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都感覺不出來 所以基本上 大概至少基本你要了解 回圈 然後 資料結構 那這個函式 其實或者叫做 制定函數 反正 很多的取法 這個所謂的函式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你有需要重複執行的 某一些動作 你可能就是需要把那一些的 一個程式馬抽離出來 建一個 你需要的一個函式 那這個函式的話呢 一般就叫Function 那Function呢 他有分兩種 一種是有回傳值的 一種是沒有回傳值的 那如果像VBA裡面也有類似的概念 不過 VBA裡面 他可能分成sub跟Function 其實sub就是沒有回傳值 Function呢 就是有回傳值 可以return 而且甚至這個Function 還可以直接拿到 我們的什麼呢 這個 插入函數裡面 有沒有 他也可以直接在這裡面存取 在清單裡面就會多一個 自定 有沒有 自定義函數 不過因為這邊我沒有自定義 所以他不會出現 所以如果你在VBA裡面有一個 自定義函數呢 他就會出現 OK 這個大概的概念 其他還有像 比較重要的函數 比如說像 處理 字串跟資料 處理 數字 那有沒有什麼比較重要的還是我們 VBA怎麼做 Python怎麼做 這兩者我想 我們後面還會再提 那其他還有像那個 檔案處理 資料庫處理等等的 還有一些進階應用 所以 基本上我們會分兩個階段 不過因為我們時間 時數只有 30個小時 應該沒錯 30小時 這30個小時 要 可能 進度上面 如果要把後面全部講完可能有點問題 所以大概我先把它列出來 如果 我們進度快的話也許可以多講幾個範例 那 這個是第一個 部分 接下來我們 大概看一下 這個剛剛的 那 我先簡介一下我自己吧 如果你要找到 我的話 其實Google 吳老師的關鍵字 我想應該 會出現蠻多個在第一頁的 第一個Page裡面就有蠻多我的連結 第一個就我教學部落格 第二個可能就是我的教學頻道 那第三個可能就是我的教學論壇等等的 那我在這個領域其實還蠻久的 那當然 因為這樣關係我也希望能夠 讓更多人學會了 我覺得這東西很重要 因為在 工作上如果能夠把這東西學會絕對是 非常大的利器 那當然 因為 那我之前曾經教過的語言 非常多啦 一串 其實只要是主流的 幾乎都教過 我舉凡是視窗的 舉凡是 網站 Server Server PHP ASP ASP JSP 其實這些課我都教過 而且我也真的在 工作上有用過 就專案管理 專案處理上面 那還有像 手機的App開發 所以這部分的經驗我想應該算是 還算是豐富的 那至於在那個 大數據分析的相關經驗在 很多地方也都開設類似的課程 比如說在附近的 東武啦 文化啦 還有像 工業員訓練處 勞工大學 等等的 都有類似的 相關的課程 那教過的課程其實蠻多的 那再來的話呢 這是我的一個簡介 那 其實蠻多 甚至 可能這裡比較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經有創業經驗 五年 擔任過 執行長工作 也得了 公司也得了一個獎項 叫傑出創業楷模的獎項 那另外的話 還有 在業界之外 在學校也幫忙 像業界專家 協同教學的 也一堆啦 所以也走到學校 希望散播一些 正確的觀念給學生 那 還有 學校也兼一些課 因為在學校原製大學 幫忙開一些大數據分析跟App課程 所以那時候原製大學 那個 TPPS 也有來學校採訪我 有一個畫面 另外呢 今年初 資料工業基金會 也頒了一個獎項給我 這獎項的話 是一個叫卓越貢獻教師 不知道為什麼 OK好 反正 另外我的證照也是一堆啦 因為這之前考的 最近可能比較沒那麼 去花時間考這些 大概有30來張 然後 那另外我YouTube頻道 這個也不是很重要啦 YouTube頻道因為這樣關係啊 我觀看次數也突破 只有五六百人 五六百萬人 OK 訂閱人數的話呢 也超過了大概一萬六千人了吧 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當然也 有一點 小獲益 因為現在流行什麼 YouTuber 可不可以知道應該知道什麼叫YouTuber吧 YouTuber實際上啦 反正我覺得處處都有商機啊 那我只是很簡單嘛 我反正我就分享 那我剛開始的 剛開始的需求只是說我希望把影片放在網路上給學生去觀看 那我需要的空間所以以前是自己駕車的 自己駕車會很麻煩啦 而且還要有害客入侵的問題等等的 還要管理 然後我想說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把YouTube 2006年YouTube上線之後我就放 放到現在 那 非但我剛開始其實我只是一個想法說我用你的東西啊 然後我有用你的空間 用你的頻寬 你非但沒有跟我收錢就算了 還寄了一封信問我說要不要成為YouTube的Partner 其實YouTuber 那我想說好啊 試試看 那因為這樣關係我想掛上去啊 沒幹嘛 沒多久他就說 恭喜你 你已經 什麼獲利已經超過100塊美金了 的通知 然後沒多久就說 你有一個廣告金要不要收 當然要收啊 為什麼不收 我想說會不會詐騙 收收看 真的耶 就給他收進來 不過剛開始比較笨你就跑去銀行去領 因為銀行還要匯兌嘛 還要轉成 轉 轉台幣 然後還要手續費 後來我就直接在大眾銀行開個戶 直接 線上 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 MTCN的號碼 C聯快匯貼上 然後點兩下 他之前就全部進到我的外匯戶頭 而且是用美金喔 所以我可以在 比較高的行情 再把它 轉成台幣 而且沒有任何的手續費 這樣其實還蠻好 我覺得YouTube真的是一個方向 如果你是 很喜歡 分享你生活點滴 或者是你有 比較大家 喜歡看的 那種 影片內容的話 那其實你就很適合當YouTuber 那這個的 收益 目前來看 是真的可以支撐一個 甚至比上班族還要來的豐厚的一個 獲利喔 他只要你每個月的收入有超過100塊美金 對他就會 如果你這個月沒有的人你下個月有那你就下個月他累積了嗎 好 不過理論上因為我一定是有了 而且是超過 超過多少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隨便截取一個畫面 付費金額有沒有 這個是 美金喔 九千美金 九百多塊 欸對 之前有同學說各十百千萬九萬多 那我就不用來上課了 有個小數點 不過其實應該 是美金喔 US dollar OK 這也算是不如小股 不錯啦 不錯啦 OK 這也不是我主要說我只是告訴你們 其實沒有沒有很刻意去經營 但是其實是可以有這樣的獲益 所以我之前 在很多年前我在學校我都一直跟同學講說 處處有機會啊 你只是你願不願意投入啊 可是剛開始你以為沒有機會你也不願意投入那當然你就不會有機會 可是你不要等到大家都已經投入了你才要投入你來不及了啦 慢了啦 OK 像我你看我已經 用YouTube 也用了多久 用了 超過十年了 對不對 從那個陳世俊 把YouTube賣給Google 賣6.5億美金 現在YouTube的市值 超過 750億美金 短短的10年喔 他的獲益 超過 100倍以上 6.5 所以那時候其實陳世俊應該不要賣掉的 不過沒有賣給Google好像也沒辦法 這麼厲害 所以這個有點是比較 也許他可以擦肝股 就是裡面有股票的話那現在YouTube我想應該是一飛沖天 OK所以其實 這也是我剛剛一直強調的順水推舟 永遠比逆水行舟來的 簡單太多了 對的事情 簡單做就可以有很大的收穫 但是你 走反方向 比如說你現在去學其他的 比較沒有人用的語言 真的你學再厲害也沒有人會知道 這個可能是比較需要了解的 另外還有第2點 也許就是 站在巨人肩膀上 會比較 能夠看得更遠 所以有時候你要跟對 那個比如說像我都發了Google的一些東西 所以雲端東西反正我就Google就好了 那跟Google保持一定的友好關係 自然而然其實我覺得也不會太差 因為像 我那個雲端硬碟上面 他就免費給我1TB 一般是15GB 我是1TB 其實沒做什麼 我只是在上面多分享一點東西 所以很奇妙的一點就是說 我用他的東西 他沒有跟我說半毛錢就算了 他還每個月都付我費用 這種邏輯 這種邏輯其實我到現在我都覺得很妙 可是他不會因為他付你任何費用 他變小了 而且變不賺錢 相反 他付你很多 好處 他反而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網絡公司 那原因何在呢 其實我想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那當然免費經濟是無法 這種免費的誘惑是沒有人可以 因為你只要免費你會發現一堆排隊嘛 為什麼因為免費嘛 所以這部分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 我們那個參考書 那參考書當然很多啦 坊間一堆書集 那也許我們 這門課需要有一個可能比較好一點的上課用書 除了說我們上課會用到裡面的範例之外 另外呢 你們回去也可以看一下 回去也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大概有一些 這個上課的用書 那我們可能會用這一本 就是 初學特訓班這一本 初學特訓班這一本 那這本書當然你可以不用買了 因為我們 好像會有 有經費會幫各位 採購這本書 所以下個禮拜應該會給各位 那這本書的好處就是說 他除了有基本的東西 還有進階的東西 那一些 比較進階的範例裡面都有 除了這本之外還有一個什麼 自動化的樂 這個翻譯的 那裡面的話呢 其實還有一些進階的應用 比如說舉凡像 跟Office 很多的軟體連結 像Word Excel 等等的 怎麼樣做資料交換 那這本書都有提到 不過這本書比較進階 可能比較適合 上面這本書學完之後 再學下面這本書 那諸如此類其他的參考書除了這兩本之外 其他有像坊間這本 入門書籍 叫Python的程式設計入門 作者是 葉 南 他取名字學不好 南 不過我後來發現他裡面寫的 真的有點偏南 真的 但這本書我覺得 張傑編排還OK 薄碩出的 那這些其實你們可以不用記 雲端上面 都有放那個 就是參考資料 那 後面的話我們就會 接著繼續來看就是一些Python的一些 比較重要的 可能 待會 要把環境 建置起來 也許待會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在Google的地方 輸入一個關鍵字吧 就很簡單 叫 Python Enter一下 其實裡面就一堆資源了 前面兩個廣告不用理會了 你就選 第三個吧 Welcome to Python.org 因為他 他不是.com 他.org 裡面有一些東西啦 就底下你會發現一堆教學啦 那Python的好處就是說 用的人很多 所以資源有一大堆 但是呢 我們要從哪邊開始 第一步呢請各位 先去download 有沒有 這邊的話呢 他裡面 就已經有環境了 所以他告訴你說 你要下載的是 哪一個版本啊 那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Python的 3.6 2 一個是Python的 2.713 那應該下載哪一個比較好呢 應該是 比較好的選擇啦 那你想說 那幹嘛 有 已經有最新的幹嘛要放 有 有2.x跟3.x的 那實際上2.x是為了相容於 以前的套件 因為2跟3 還是有部分 不相容的地方 也就是說他有部分的東西是不太一樣 寫法 程式的寫法也不一樣喔 所以如果你拿以前網路上搜尋到2.x的 Source call 你把它貼到 3.x環境喔 RUN有時候還是會有BUG 那你可能要先知道到底兩者之間有哪些差別 那 3.x一定是趨勢 可是2.x是因為之前有累積了很多的 像很多的Package啊 他還是2.x怎麼辦 那你當然 可是如果你要重新再去修改 可能要大幅度修改 很浪費時間 所以你乾脆就用2.x 所以有的時候 這種向下相容的問題喔 恐怕 大概要了解 那當然我們上課還是以3.x為主啦 因為比較沒有包袱 所以 請各位先下載這個 Python 那下載到 我是建議下載到低疊好了 也許在低疊底下 那把它儲存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Python的一些 環境 但是這個環境是非常陽春的 他充其量就是一個環境 然後有提供簡單的 祭事本功能 讓你可以打程式 你想說哇祭事本 那我打程式會很辛苦 對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整合型的開發環境 當然Python裡面還有Document 有沒有 裡面還有什麼呢 其實不管你學任何程式啦 他的所有的 韓式庫 Library 韓式庫的說明 都在他的官方網站可以找到 只是說呢 當然 第一個 原文的 第二個 寫的 不是很friendly啦 OK 你要習慣看 關鍵的地方 你就知道怎麼用了 答案都有 只是你要 去上面點開來 反正Document裡面都有 那他有一些什麼 Library reference 有沒有 裡面的話你的Library 韓式庫呢 該怎麼用 裡面都有答案 可是說真的 一般 我想 如果你完全沒有接觸過程式的人 你可以暫時先 知道有這東西 先略過 不要嚇到自己 不然你打開之後發 天啊 感覺好像迷路了 而且裡面一堆原文 不會沒關係啊 如果你英文不好的同學 按右鍵有沒有 翻譯成中文 有沒有 馬上看懂了 但是其實有時候當然翻譯不是很好啦 可是至少 比你 重新K這個東西 應該來得快啦 OK 反正 至少知道有這些資源 而且 官方網站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 沒事都是看二手的 一手資料 全部在官方網站 所以有很多東西啦 最佳的解答 自己找 就到官方就對了 只是說官方的東西 我剛剛講過啦 原文的 不過還有翻譯 第二個 他 那種配置有點怪怪的 不過你至少知道一下 OK 然後 其他第一個 我們大概就是 把環境先建置起來 你就 下載到滴滴之後 把它 執行起來 那 點兩下執行 那我是建議 安裝的路徑 請你不要選那個 預設的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它選到 自訂的 就下面這個 我的習慣是把它 選在 低疊底下 因為 環境是會還原的 還有可能會重貫的問題 那放低疊 它好處就是 放了之後 反正你也可以直接 摳到學生疊 因為它這個環境 其實是可以免安裝的 可以帶著走的 你到任何地方 不用安裝 直接也可以 OK 所以 直接用選下面這個 然後 裝什麼東西呢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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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會裝 文件 所以這些全部 裝 下一步 然後裝到哪裡 最關鍵是這個 Blows一下 然後把它放到 低疊好了 把它放 低疊底下 低疊底下的話 然後這邊 按 取消一下 我乾脆直接從這邊改算 把那個 這個 這個路徑先改成D好了 C改成D 然後把User前面這一串 有的沒的 把它delete掉 留一個斜線就可以了 留一個那個 根目錄的斜線 意思就是在 裝在那個什麼 D冒號斜線的python 36 然後-32 這個32指的是32位元 意思就是它有64位元的環境 OK 按install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把它install起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安裝 就這麼簡單 它會幫我把環境弄起來 第一步 那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後續的還沒有其他 如果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 可以先到官方網站上面 去 先熟悉一下 因為 第一手資料 全部 我覺得你還是要掌握住了 你不要說沒事全部都去 找那個 二手的 其實 坊間的書籍 大部分資料來源 其實都還是從官方來的 都可以說 我可以說